你见过顺仪的猴子吗 国服公顺利看一眼就蒸发 昨晚蜜小涛捅了猴子窝连柜 捅了猴子窝了我今天 碰到的真是猴子 于是观看小姐乱杀猴子后受益肥浅 没想到被安排地狱及难度的神猴青帝瞬间泄气 但在弹幕的鼓励下 扬言自己无敌 没想到局内发生多次反转 来到家在页面 弹幕纷纷刷青帝 蜜小涛看分数虽然低了一点 但有国服助阵放出豪言 那蜜小涛能不能乱杀呢 就在青帝刷篮石下路击杀貂蝉 看样子信心回来了 等到四分钟青帝方已经有点小劣势 于是开了暴君来草丛蹲从下路回来的蜜小涛 公孙离发现后还要来看一眼 回来的蜜小涛和队友很惊讶这一波 接着蜜小涛方想换塔 青帝拉扯首先等队友到来 拿下两人蜜小涛就痛苦了 蓝去不保 此时我们的主角南服电视登场 大两个推过来 开的是不错可惜少人反而害了蜜小涛 这波直接炸裂 公孙离看猴子这么点血想收割 被一棍吓得屁滚尿流 要不是青帝血量差就已经蒸发 不过队友跟上输出抬走两人 这波后再拆掉中一塔 直接大优势 大四面已经任命了三路全崩没法完 于是蜜小涛带了一波线后 传送下来想包加一波 快来快来快来 太危险了吧 没人来啊 我把尸首扎了 过去 还行啊 我又被动 别急别急别急 不过这波南服电池大到后排 二花 然而八分钟半打开面板 一看青帝这经济太恐怖了 这样下去只会被猴子乱杀 于是南服电池敲咪咪的想埋伏一波 但青帝身法跑路 小乔见状便闪现想再争取一下 看到青帝的手速已经绝望 随即小乔被队友包加 青帝拿到人头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波南服电池的表演 见青帝的队友压得这么凶 又开团留下源流之子 而一直蹲不到猴子 南服电池还是很害怕的 小金猴子 小金猴子 等到十分钟青帝方率先开暴君 双方爆发团战 抢到暴君又留下南服电池 接着追击时差点一棍子杀两个 这一棍也让对面彻底炸裂 队友纷纷跟上将对面小团面 剩下个蜜小涛连忙安慰能守住 没想到被秒杀直呼离 不过好在有南服电池 提前找好位置 两个脆皮在青帝倾线时直接去蓝区 岩流之子还没落地就阵亡 等蜜小涛复活 南服电池还想盯一下青帝 然而青帝压根不给机会 紧接着蜜小涛方青丸上线过来 已经失去龙 好在南服电池让李华连大都开不出就阵亡 每波都开得很好 虽然失去龙但打掉点也延缓了局势 青帝这边已经被气炸了 等到队友复活剑压不了便提醒队友撤退 见对面理解不了再次提醒 又发起撤退信号 然而队友以为优势就想打 又被南服电池草丛杀出控几个留下貂缠 随后我们切到蜜小涛视角 见对面掉点连忙过来抢到暴君 青帝陷入包围阵亡 蜜小涛方高兴坏了 对此青帝已经无语 压力队友为何没苏裂的视野还要硬朗 等到大龙刷新 青帝不得不提醒队友小心草丛 自己一技能探了一个草 在保姆时提醒苏裂的位置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这么多信号还不小心唯一没看的草 见队友被开无奈被动接团 想队友明光反打留下大司命 但被南服电池冰得死死了 青帝吐槽队友和猪眉区别 气得苏裂说成孙策了 而蜜小涛这边已经优势 苏裂真是好队友找节奏 还鼓励队友 继续回到青帝这边 让队友过来抢得难 李华爆出视野后 配合小龙人秒杀小乔 恐怖如斯 接着青帝又是两次提醒队友 队友终于有意识地排出草丛视野 对面想反打的机会破灭 紧接着开了暴君 青帝预判苏裂一手 敲错了继续寻找下一个草丛 没想到源流之子直接闪现开命小涛 又被苏裂拍一大堆 又被南服电池大七八个打输了 青帝已经憋出内伤 咱能不能别被苏裂拍了 刚拿回的优势又失去了 就这样双方一直僵持到风暴龙王 于是秘小涛想引诱开团 假装打龙 假装打龙 等他们过来 九九里面 别被苏了 别被苏了 猴子平都给我苏了大只 往后拉扯拉扯 那个地方 你又是你小涛啊 这白给状态又被撒火锅粉打残了 我靠 又是你小涛 最终秘小涛又被猴打 好吧 连贵了 最后体验青帝最后这波多关键 同时吐槽队友自发自己是好队友 被蹲死三次那真的是猪都不如 傻子都知道他在哪里蹲 苏来蹲死了 给你给你给你来给你给你 苏来蹲了你这么多次给你啥干什么 我真的是个好队友 我让队友发泄一下